《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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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歲離開舞蹈學校 十七歲做電影《榮心》 我這個中間沒有一個過程 而且我也從來沒有這個 習慣看演唱的電影 所以對這個《演唱》 演唱的寶演請我 我沒有這個高三養子的一種 那種 而且我也沒有去爭取過要演角色 是別人來請我的 所以我也不會知道緊張 好像是天上掉下來 就這麼大的一個機會 要我把握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 第一部第二部是 手拍的《榮面料》 因為到了幾座西洋的時候 我真正覺得自己有一個機會 接觸到一個劇本 也是一個寫實的原因 我以前年齡 從年輕年到 因為當時對我來講 是一個挑戰 也是一個轉折 所以我當時非常幸福 希望我這個角色也很好 我學舞蹈的時候呢 你每天要練 你要有很多汗 自己進步一點點 自己心裡知道 電影考上一夜之間 你就紅了 我也莫名其妙 演唱的這個青年 我主演的二十四部電影 那麼跟不同的導演合作 瞭解不同的劇 還有不同的角色 我後來出國以後 又自己創辦舞團 實際上我覺得 是在電影的這段過程當中 給我一期的訓練 我覺得我也是受影響 謝謝 我感激這個幾度蝦紅 得金馬獎 其實我是應該知道 每天圈牌 誰得金馬獎 我知道我是被擬民 可是我就沒有在意 這個新聞報告呢 就是将军的爱 我完全没有觉得是在奖金马奖 在那个时候我就以为是在报 对于爱人的那个将军 所以我才 就是我是这样得到消息的 我完全事先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当然也就是很高兴的 可是我觉得是很荒唐的一个故事 感谢观看